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医保消费记录 更有的村民常年在外面打工啊 比如在北京盖房子 在上海做工 一次都没去过村里的卫生室 他名下的医保账户也出现 消费记录 结账记录 病名一律都是脑中风 脑促中啊 这事一经发现 一经揭露 舆论就吵起来了 今年七月的时候 这个山东河泽 善县来河镇 催口村村民陈世勇 到他们县中心医院做了一个急性蓝尾炎手术 出院了以后 他就要村里面去村 村医嘛 接着书业治疗啊 消炎啊 他特别意外的发现 自己的叫城乡居民医保账户上没钱了 然后他去找山县医疗保障局 然后说你看我怎么没钱了 我没用过呀 结果人家一查 发现那医保账户竟然被多次盗用 后来记者采访 他说问怎么回事 他说我这两年都在外面打工啊 阿美在讲 喜农河 施主没有用过 而且跟贾林郑都参加了喜农河 新农河就是城乡医保 都有各自的医保账号 我们家的人不可能用我的账号去买药 怎么钱就没了 蓝尾炎是蓝尾炎 蓝尾炎和脑中锋两回事啊 脑中锋没有这回事 但是呢 他那个医保的结算单 清清晰的显示 他患了脑中锋 而且多次在催口村卫生室医保结算记录 他本人对此毫不知情 这之前他投保的商业保险 也因为自己所谓脑中锋的医保记录 而被拒绝 他就去找 据说 据说这个新农河的东西 和商业保险之间 也存在这种连带关系 这一本说 你花了这么多钱了 这一本你去找商业保险 商业保险人家搬人账了 说你那脑中锋啊 我不能赔你 你脑中锋啊 他说我参保之前 本人没有任何症状啊 可是保险公司给我打电话 说我这个保单也不能理赔了 之前有保单 就有投保之前 事先有告示 其中就是你脑中锋 就不能参加脱保 说我违背了 事先告知 就这个村啊 村民 陈世勇购买商业医疗保险 但是因为脑中锋的医保 结算记录 被保险公司拒赔的事情 陈先生当然非常愤怒啊 2016年2月到2019年12月 他一共有过16次 你说说 16次脑中锋的医保结算记录 医疗机构名称为 催口卫生室 经办机构名称为 扇县医保局 这还得了啊 他就不依不饶去查 最后呢 他的老婆 二弟 二弟家人 一大家子人 一大家子全都有脑中锋 医保结算记录 全都写着他们家的人 有一个算一个 全都脑中锋了 他二弟叫陈世耕 在外面打工多年 从来没看过病也是脑中锋 这不炸了锅了吗 村民查询发现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自己得了脑中锋 你们家是也脑中锋 我们家脑中锋 哇 咱们全村这么多人都脑中锋啊 多少人 你是多少人脑中锋 一百个二百个三百个五百个八个 两千多人都是脑中锋 村民张东彪 他说我们一家十二个人 八个人是脑中锋 2015年之后 我一次都没去过 没去过医务室啊 卫生室没去过 我不看病 我没病 2016年到2020年 这怎么都是 都写着过那么多次看病 都是脑中锋啊 所以拿着医保结算单 村民 还有叫陈雪霞 他 这个村民陈雪霞 是女的 他说他们家九口人 九口人有一个算一个 每个人都被贴条了 脑中锋 其中包括他五岁的女儿 他说安全甲 九口人啊 都是脑中锋 看记录上说 2016年开始 他们家就已经被脑中锋了 你看这小孩 2011年才出生 2016年12月22号就给俺 写的脑中锋 才五岁的孩子啊 你说真是混账透顶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有村民去世之后 还有医保消费 村民陈雪印 他的母亲呢 孙富梅 今年三月就去世了 医保记录显示 竟然去世之后 还有48个医保结算记录 说去世之后啊 你看三月开始 延续到今天六月 人都不在了 后续有几十个中锋 拿药的记录 不可能的事啊 类似的记录太多了 一家一家一家都是脑中锋 那两千多人脑中锋 事情败露了 然后呢 善线有关部门 他们有关部门 干部早晨吃了来羊肉汤 然后呢 就是初步排场 吃完羊肉汤 初步排场 一排场 催口村 两百多名村民 起码呢 三万七千多条 医保结算记录 三万多条记录 都存在问题 而且呢 后来才发现问题更严重了 不是一个村啊 邻村 周边的村 也都不同程度的存在 就没有这个村更厉害 所以事情发生之后呢 村民们就去质问 那村卫生室负责人 叫朱爱菊 说你怎么回事啊 家里没有人有病啊 你怎么就 医保记录上 有就记录 而且说我们全家 那么多人得了 这个脑中风呀 这个朱爱菊 是个心理素质 非常好的人 他说 啊 那是 以包系统 出错来 那电脑 还出错 然后呢 就带着礼物 到他们家 做工作 说电脑出错了 我按业有责任 然后呢 这点东西 你收下 你就不要声张了 嗯 你看看人家 人家有战术吧 村卫生室上级单位 卫生院领导 也来找村民 你不是举报了吗 你不是反应了吗 也来找上级领导也来了 希望什么呢 死了 啊 不要夸大这个事情的影响 啊 对我们善线不好 我们善线怎么能 这个村民呢 有觉悟的人就 就不答应 说没有道理啊 你你现在 你现在你这么 我要收了你这个礼 那我站不住脚了 我到医保局 反应给领导 医保局 如果说 卫生室 或者是卫生院 来这么说 还可以理解 关键是县医保局 没说怎么处理 卫生室说呢 这些处方 是他门诊上 呃 他门诊上出来的 啊 有说是上级卫生院 出来的 现在呢 也不也不清楚 反正电脑出毛病了 你能把我们怎么办 这个村卫生室的负责人呢 叫法定代表人 叫刘福华 他也说 我平时家外边打工啊 平时负责卫生室的是我老婆 啊 住外局 刘福华说 他也不明白 他们一家子人呢 也莫名其妙脑中风了 他说 我只输个药名 直接就报交了 其他的程序 我们也看不到啊 什么病也不知道啊 我操作不了啊 一个小小的诊所 怎么就差 大家听明白吗 丈夫是法定代表人 在外不打工 老婆在家操作的一切 他说 搞笑的是他说 他们家的人 引导中风了 这个扇县有意思啊 扇县 大家知道是 山东有名的贫困县 这个合作地区都比较穷 但是呢 致富人家有门路 扇县 医疗卫生机构管理系统的页面 只要你输入姓名身份证号 村医就可以直接开处方药 这下子啊 这个法定代表人说 要把县里有关部门告上法庭 给记者出事呢 行政起诉显示 2016年到2019年 村卫生室开出的处方 和医疗报销系统 医保报销系统的记载 他不吻合 后来再查询呢 发现呢 这管理系统明显错误 显示疾病都是脑中风 占比重高达90%以上 就扇县这个村 90%以上都是脑中风 经过核实 就有三万多条记录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你说这么多脑中风患者呀 医保部门 你为什么没有及时发现纠正啊 这个医保部门的 这个有一个领导啊 说了 说说我们每个月只核实 村镇卫生院上报的 这结算数据 我们不审核村级卫生室的 相关数据 村镇呢 乡镇呢 所有的卫生室 医保都是统一结账 报到乡镇卫生院 卫生院出审 打个汇总单子 再报到我们这儿 我们只审乡镇卫生院 就是说这我管不着 扇县卫生局呢 有个主任科员 他说了 目前当地的卫生机关 我们调查基础之上 公安部门已经接入调查了 已经采取什么措施了 这种东西啊 你们也明白 就是涉嫌呢 套医保 套医保 如果人家根本就没去 那就是这样 这是个人行为 公安部门在落实这件事情 意思就是说这是公安查的事 这是骗保的行为 这件事说来说去 好像目标都指向村医了 但是董行的人说了 村医 小小村医 他没法操作这么大范围啊 这么多重大疾病骗保的调查的 关键在于大量的问题 医保计算记录的背后 被套出的药 哪去了 套出来的钱 哪去了 揣到谁的口袋里了 药又怎么处理了 有专家说对这种疾病啊 村医就没有处方权 他只是负责一些常见病 慢性病 关键要调查的是 在这个过程当中 村医有没有拿到钱 处方开出去之后 这个钥匙给谁了 里边的核心还是信息 监管化之后 就没有预警分析的问题 我看今天早上 纪检监察报关于这事 有个说法 说山东省医保局 成立了专门督导组 然后国家医保局 要联合山东省 联合合泽市 医保局 开展联合调查工作 说这么大规模的 异常的医保记录 究竟是因为什么呀 这里面涉及到假病人 假病情 假票据 这完全用欺诈的 骗保的行为 谁应该对这个事负责任 现在目标只向村医 村医干得了这么大事吗 这里有没有党员干部啊 有没有公职人员啊 有没有违规违纪失责 失职的问题 不仅当地老百姓 想了解这事情 公众也迫切需要 一个负责任的回答 这件事还真是蹊跷啊 无论事件的真相怎么样 当地的医保基金 监管存在漏洞 是不争的事实 监管责任没有落实到位啊 大家都知道 医保结算 要使用本人医保卡 2000多村民不知情的情况下 能产生脑中风的 这个医保记录 所以有人怀疑说 当地医保监管部门的情况 会不会有盗贼啊 会不会是内部人呢 坚守自盗啊 此外 这个村2000多村民 都有脑中风的 医保结算记录 这本身就有为常理啊 相关监商部门 你没有能够通过日常的监管 数据监控 突击检查等方式 发现异常的情况 直到村民购买商业保险的时候 被拒才发现 这件事揭开了盖子 那感谢商业保险 人家拒绝给你赔偿 这个事情 不能从这案子本身来看 大家你看 这事你这么 你捋一捋 你会发现 村民那么多人被患脑中风 是不是可以从一个侧面 警示我们相关部门 举一反三 把医保基金管理制度 篱笆扎得更严呢 那大家知道前不久 有一个安徽太和骗保的事件 到前不久 公安部公布的四川某民营医院 院长带头骗保 现在欺诈骗保的事情 实有发生 这件事情是不是折射出 医保基金 监管 形同虚设 是不是表示出来 这种形势严峻 现在你不加大监管力 国家拿了这么多钱 本来老百姓治病的结果呢 让人们蛮蛀虫给瘫了 让人们耗子给偷了 这哪行啊 所以纪检监察机关 要保持这方面的高压态势 严肃查处党员干部 严肃查处公职人员 参与欺诈骗保事件 这家报纸还希望通过检查监督 通过这种 制发监察建议的方式 推动相关单位 补棄制度监管漏洞 这件事情太滑稽了 就在我刚刚要说这个话的时候 刚才两分钟之前 我看当地公安部门 已经抓了一批人了 活该 遭监该抓 我听一个内行的朋友说 这种事情不是个别的 只不过规模没那么大 而且是全国范围之内的 国家把那么多的钱拿出来 给老百姓治病 一部分钱交给了商业保险公司 商业保险公司 他们只是用其中的 很少一部分钱兑付 另外一部分钱 变成了商业保险公司的利润 这是我以前我在节目当中 在讲到医疗产业化 这个弊病的时候 我讲的一个事情 消息来源是北京大学李宁教授 他是健康研究中心的负责人 但是这一次我要表扬 商业保险机构 商业保险机构 他为了少付钱给你 他查的沿着呢 一查 你在投保之前 你有脑中锋记录呀 这农民不干了 他说没有啊 没有你回去查 这一倒反推 才出来这个事情 结果村里边炸了窝 这个村那个村 周围老百姓一看 咱全脑中锋了 全脑中锋了 天下还有这个道理吗 到底是谁脑得出事的 这个问题 大家不妨用脑子仔细想一想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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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见